美国防疫大将佛契接受CNN专访的时候 谈到新冠疫苗是否需要追加第三剂 他表示政府已经着手讨论 而且很可能会优先开放给脆弱群体 包含器官移植 癌症化疗 以及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 另一方面 他也对美国的疫情提出了警告 强调现在美国正朝错误的方向走 除了Delta变种肆虐 另一个因素就是还有五成左右的人口 尚未完全接种 Delta变种传播力惊人 即使打过疫苗也不能掉以轻心 美国防疫大将佛契 25号接受CNN专访时表示 以色列的研究显示辉瑞疫苗的整体保护力下降 因此有些人可能需要追加第三剂 佛契口中的脆弱群体 就是免疫系统受到抑制的人 其中他特别点出了器官移植 癌症化疗以及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 佛契表示 政府正在严理追加剂量的方案 而另一方面 现在美国更严重的问题 却是出在尚未接种的人口身上 全美目前大约五成人口完全接种 但一个美国却宛如有两个世界 因为还是有30个州 完全接种比例跟不上全国平均 不只佛契担忧 各地的医生也提出警告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全美50个州过去7天的新增确诊 全都呈现上升趋势 政府也不断鼓励民众卷起袖子接种 美国才能真正走出疫情 说一句编译 美国副国务卿选曼26号 在中国天津与中国副外长谢峰举行会谈 这是美中今年3月阿拉斯加会谈之后 再次举办高强级谈话 不过以中国单方面释出的对话显示 中方痛批华府将中国妖魔化 并视为假想敌 加上在会谈之前 两国外交炮火猛烈 专家并不看好这次的会谈 能产生具体成果 美中高层级会谈 26号在中国天津登场 美方派出副国务卿雪曼 他是拜登上台后 访中的最高级官员 首场就和中国副外长谢峰过招 这是两国外交高层在今年3月阿拉斯加会谈激烈交锋后再次面对面 外传美方计划和中国竞争时建立安全护栏 防毒两国关系恶化引发冲突 但中国持续针对争议问题 仅要美方干涉内政 中方重点就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 台湾 涉江 涉港 南海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 向美方再次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陆媒报导谢峰在会议上指控华府将中国妖魔化 并视为假想敌 如同二战时的日本跟冷战时的苏联 美中关系复原看似充满挑战 专家也不看好双方在这次会谈中能取得具体成果 接下来雪曼还要跟中国外长王毅见面 如果会谈顺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可能会在今年10月的罗马G20峰会举行拜席会 有人好逼 指挥中心宣布27号降为二级之后 餐厅内用有条件开放 不过双北决定不跟进 这让位在新北还有桃园交界的林口餐饮业者很困扰 业者说因为跟桃园只有一桥之隔 民众等了两个月终于可以在外用餐 宁愿走远一点到桃园去吃饭 也担心这样子会失去已经为数不多的客源 将桃园放入锅内 业者细心控制火候温度 就算只做外带品质也不能马虎 指挥中心宣布27号降级之后 餐厅内用有条件开放 不过双北决定不跟进 这让位在新北桃园交界的林口餐饮业者相当困扰 新北市跟桃园的话 只是我们隔一座桥林口尤其是林口 所以两边的话你会客源会落差很大 真的会往桂山那边去 林口桃园只有一桥之隔 但内用规范不同调 以顾客角度好不容易可以在外用餐 纷纷选择走远一点到桃园 不过桂山有业者考量疫情风险依旧不敢开放 因为我们离林口还是有点近 所以我们家目前是觉得还是先不要开放内用 外带餐盒依序装入塑胶袋里 现阶段虽以外带为主 但也依据中央防疫指引 着手规划内用座位区 包括限制室内50人使用隔板以及梅花座等等 但却有业者苦喊 规定太笼统实在无所适从 因为隔板梅花座其实还是很复杂 那你要说50人是韩员工吗 还是客人50个人 政府给我们就是餐饮业的一些答案 或是规范其实他讲得太伦统 防疫当前如何兼顾经济 政府的松绑规范似乎还有改进空间 记者林多强桃团员报导 世界羽球球后戴姿颖在东京奥运 轻松拿下小组赛二连胜 而过去他在12岁的时候 曾经上过综艺节目 当时他是最年轻的羽球甲组选手 就已经立志要打进奥运 而另外这次在东奥柔道 一战成名的杨勇伟 帅气模样吸引了不少粉丝 现在更有网友把他高中时 上综艺节目的青色模样挖出来 柔道选手杨勇伟高中时 参加综艺节目挑战游戏 青色模样被网友挖出来 13面奥靠着手臂支撑轻松过关 当时就能够看出他的运动天分 他完全靠手臂才叫攀岩 他蛮厉害 你体育系的啊 对 对不对 你学什么运动 柔道 柔道 而世界球后戴姿硬 12岁时也上过综艺节目 1 2 3 冲 4 3 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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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艾雅好球好球 主持人吴宗憲要求他原地高跳 没有想到一不小心鞋子送拖飞走 而12岁的他当时已经是全台最年轻的羽球甲组选手 小小年纪 他当时就是以奥运当成他的最终目标 打到奥运啊 小带小时候智能的模样被网友翻了出来 让粉丝看了直呼好萌啊 如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的球后 再回头看着画面 他不负众望正努力实现当年目标 界中部综合报道